打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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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去 哪来的这么多天使啊 别打了 别打了 完了完了 这下是被天使去欧了呀 疯了 疯了 彻底疯了 暑假来临 咱们的躺平发育啊 终于是来了个进化更新 而且还是《猎梦者》的新玩法 你们看 就是这个 彻底疯狂 好家伙 这名字听着就带进呀 那必须进去玩两把 但是别忘了咱们的老规矩哈 点赞破万 更新不断 冲啦 兄弟们 另外啊 辉哥在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在评论区输入大拇指加鲜花 就能激活新表情 你们可以试试哈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 那我们直接进入游戏哈 我去 这是多少个人类呀 一 二 三 四 我的妈呀 整整十二个人类 这次是真疯狂了呀 我说官方确实是疯了 进入游戏之后确实是十二个人类 这我该怎么打呀 倒计师结束 咱们出去看一下 啊 等一下 咱们就是有六个技能 牛啊 旁边还有装备篮 看来官方也给咱们联盟者加强了 这下我就有信心多了啊 先就近找一个人类玩玩 你干嘛呀宝宝 提示咱们中央出现了两个技能 看来想使用技能还得捡到技能道具才行 先不管它 接着挠门 我去 这是前后夹击呀 那不行 这样太亏了 还是先撤退去捡一下技能道具 一个治疗 一个无敌 一个加速 可以可以 不是吧 人类还能召唤天使 一下子就出来三个 这有点狠了吧 哎 冷静冷静 我来个去 天使维欧联盟者还真是少见呀 把上面的装备剪一下 接着对付天使 现在情况对咱们很不利啊 人类一直召唤天使 导致咱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挠人类的门 这样下去 它们很快就要发育起来了 现在攒了不少技能可以使用 赶紧找个人类欺负一下 哟 没想到淘汰人类之后 也能获得装备 不错不错 那就这个铁亏吧 加加经验 但是现在画面确实很疯狂呀 随便攻击一个人类 身后就会跟着一大群天使 导致咱们的伤害全打到了天使身上 好不容易淘汰一个人类 就有更多的天使围了上来 这是要被活活围殴致死啊 快点赞支持一波灰哥吧 我这就用肝去赢得一场胜利 这局要加快速度了啊 只要提示有技能和装备 就直接过去减上 你好 你好可爱啊 我感觉你说怎么下个神经病的脑袋 是不是有问题啊 消灭一个天使之后 现在升到了三级 抓紧对付人类 但是这天使也太烦人了吧 没完没了的来呀 没招了 咱们只能挨个对付 好在他们等级不是很高 很顺利的就全干掉了 现在四级的我淘汰个人类 不成问题了吧 啊 走你 又出现道具选择了 就铁甲吧 可以增加血量 由于消灭了好几个天使 咱们的等级增长得很快 对付前期的人类还是比较轻松的 这次就选择铁书 可以增加经验 在顺势淘汰旁边的人类 这局终于是让咱们发育起来了啊 哎 别别别别别 给老子闭嘴 淘汰之后选择铁鞋 哎 美滋滋 呦 天使又来了 那你现在找我 那不送人头吗 那我不客气了啊 不过这局12个人类确实太疯狂了 我感觉淘汰了好几个了已经 可一看上面 哦 还剩一大半人类活着呢 这家伙给我累的 选择完道具之后 咱们要赶紧淘汰人类了 好 现在就剩下两个人类了 咱们也已经神装了 这次啊 谁也挡不住我啊 我来了 我来了 鬼 你就是人类最后的幸存者是吧 没错 就你也想当救世主是吧 没错 哎呀 还挺有骨气 行 那咱就跟他战斗到底 直接使用狂暴 好家伙 这个人类是真能扛呀 咱们从7级 挠到了11级 他也从普通门 升级到了黄金大门 确实有两下子 可惜啊 只要咱们升级到12级 黄金大门他也不是对手 别打了 别打了 哥 别喊我哥 我只是个传说 直接拿下 不错啊 小伙伴们 这个彻底疯狂模式 确实很疯狂 你们喜欢这个模式吗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见 拜拜